我现在想要来计算星期一的来客消费时间分布 也就是说假如我今天拿到客户的消费资料 来客消费的资料 然后在这边我想要看每一个时间 例如说从11点到晚上8点这边的一个消费分布 我们来观看一下 首先我们应该很容易取得资料 例如说在这边有个时段 然后接下来又可以看到年月日时间 几点几分 然后开立这张发票 然后接下来就是销售的金额 那我们因为这个开立的时间 我们可以当作是它的一个销售完成的时间 所以我想要知道说 例如说星期一几点 它的一个消费情形是如何 这样都可以去查得清清楚楚 做完的结果呢 就像这样子 例如说全部 全部是10点到下午的 例如说21点 然后接下来可以看到说 各时段的消费金额 可以发现大概在11点到1点 这个地方有比较高的消费 以及17点到19点有比较高的消费 那如果说我现在我想要看星期一呢 星期一发现哦 它比较主要的消费时段是在中午12点 以及17点到19点 星期二呢 相对的它的销售的分布稍微早了一点哦 可是相对的它的中午12点最主要的消费时段 反而降低了有别于星期一 应该可以发现到这件事情 好那接下来就是星期三 甚至星期四 星期五 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情呢 首先 例如说我重新开始 把这个 ECL资料叫到 Power BI 打开Power BI Power BI是一套大数据分析的视觉化工具 所以它很方便让我们可以看到各时段的一个消费分布 首先我们要把ECL资料取得进来 也就是取得凯利发票的时间 选择这里面唯一的一张工作表 载入这一个 载入这一张 ECL资料表 我们稍微来观看一下 它里面有日期 然后有时段 还有销售金额 可是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假设我以这个 开立的时间 然后 营业额 画出这个 直雕图 那透过它这里面有一个工具 向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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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能探索到日 这边就变成灰色 就不让我再继续往下探索了 好 所以我会希望就是说 那如果 未来有可能 它要探索的是 季度一的星期一 季度二的星期二 和星期一 季度三的星期一 所以我觉得这个资料 我们先暂时留着 那接下来呢 如何做出来 例如说星期的时段 还有 小时的时段 所以我们必须要 去把现有的这个资料 进行编辑 怎么编辑 我们可以点选 首页 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接下来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一个 叫做 Power Query 也就是查询编辑器 而不是Power BI 那接下来我在这个 内容里面 我先把 Kali日期 复制资料行 因为日期里面有包含 星期一 星期的资讯 还有日的资讯 然后接下来 我复制了整行资料行 它会在最右边哦 滑辑右键 我们可以去做 转换 也就是说 把原本的这个日期 我转换成 这个星期几的名称 比如说这边就可以看到 这个日期 1月2018年1月1号 它的星期是星期一 我们看一下 2018年1月1号星期一 那当然相对的 2018年1月2号就是星期二咯 1月1号声音还不错 1月2号 1月2号星期二 好 那这个栏我们就重新命名 例如说叫做weekday 或者是星期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把刚刚 这一个开立的时间 以复制资料行 再去复制出 这一新的栏 整栏的资料 把它转换 转换成 因为我想要知道说 它是几点 所以我只要取得 它小时 例如说 现在它这边开设的时间 是上午11点05分 所以这边 我只要它的11点 然后把这个栏 重新命名为 power 就是小时 那接下来呢 我们做完 新增了这两栏的资料 可以透过关闭并套用 关闭powerquery 套用到power.di 然后 我们可以把刚刚的小时 直接放来轴这边 那您看 当我现在去做 这是年 然后向下探索 即月 一月到八月 因为我的资料 就只有一月到八月 下来就是日 一号到三十一号 下来这边 就是每一个小时的时段分布 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呢 我建议是把它做 例如说 显示资料标签 还有画出一张平均线 画出一条平均线 这个平均线 例如说我现在用黑色 这是方便我们做比较的 好 然后接下来 除了平均线以外 那我接下来我就想要去看一下 针对现在所使用的 刚刚在这边不应该是用营月税 应该是用什么 应该是用这个总计 或者是销售额合计 好 所以把销售额放来直这边 那这个值建议是 显示的一个单位 不要用这个0.59百万 例如说显示单位改成5 然后稍微把字设大一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想要去探索 如果说是星期一 星期二 它的一个消费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再新增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所以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点选交叉分析筛选器 这里面 这里面我们要放置的 当然就是刚刚新增出来的 星期 也就是weekday 然后在这个地方 建议这个星期啊 把选择控制项的全选打开来 那当我今天看到的全选 就是讲这样子 如果我只要看星期一的话 点一下星期一 先把它全部关掉 然后点选星期一 这就是星期一 每一张的平均线 平均线 我们再把它补画上去 把它射成黑色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一件事 星期一 中午12点 蛮高的 然后 不过可以发现就是 11点跟13点都蛮高的 代表说因为结账的时间 它会有一个 例如说来客 然后吃饭 吃完饭之后结账 那会不会刚好 集中在某一个时段来去做结账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星期二 星期一跟星期二比较就可以发现 至少11点跟12点 这边都高于平均值 不过 以总体来看的话 星期一的 12点的 高值 六千 六万五 星期二的 12点 它是五万四 所以 这边就差了一万 那以上 就是要跟各位分享 星期一 的来客消费时间分布 我相信 针对PowerBI 它预设 算到的日期阶层 只有日 如果您要去做时间 例如说小时数的分布 也可以使用我现在这个方法 来去做计算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点选右下角的图示 订阅我的频道